向前車開到路口 準備從外車到回轉 才轉到一半突然間 後方執行機車按了喇叭示警 還是閃避不及直接撞上來 傳出巨大的撞擊聲響 騎士整個人還貼在車身上 有民眾目擊車或瞬間 將畫面給撲上網引發討論 事發就在新興區八德林森路口 機車騎士身體多處擦挫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兩道造則比怎麼判斷 有網友認為汽車佔比較大的責任 也有人覺得機車騎太快有問題 不過警方就說此案汽車得付最大的造則 回轉車輛應該禮讓執行車 而在造勢比例上的評估 除了考量車速 也包括貨車和前車 是否有保持適當的車距 但警方說影片中的機車沒有明顯違規 也因此汽車得付全責 所以馬上就要支持 你可以認識 局長